没有想到我们来讲西医卫肠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药 看到了这些人他们就在你面前不再是一个数字了 你会感觉你对他们有责任 很多人会说说这个东西你们真正能解决多少 因为你看到了这些成功的案例 或者看到了这些真正用自己的力量去带来改变的这样一些人 那你就会相信你就会永远相信我是能够带来改变的 Despite China's continued development few solutions have been found to tackle the water quality issues that are prevalent in many rural areas Ren Zhouan is the head of MyH2O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s working to bring clean water to the people of rural China her most recent project involves installing a water purification station in a village in Hopi province 接载下来 在这个里面 在路边做到水 水 水上才是接给的 对 但是就是想法也有远程的价格 还是在这边的好吃的美食 嗯 在这边这样的旁边 对这个水站落地会有什么担心 觉得可能会有什么风险什么问题之类的 有没有表达的问题 能用多长时间 能运行多长时间 它的寿命是多少 今年的大概就是无疑我们就开始来到这个地方进行第一次走访 去基本的了解当地的情况 然后也采了水仰进行了检测 当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硬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TDS就是所谓的总溶解固体这个含量会比较高 因为他们当地这是水质的问题 本身这个地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了解过咱们这边的水还是想再了解一下您觉得咱们现在这边的 可能水安全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这个村里吗 我也没感觉到水有什么异样 也没喝过我外点的 后来是妹妹家的孩子来了 来了之后她不喝水 好几天 好几天人家就不喝水 她说为什么 她说咸 有味儿 这边担心这边水不好 所以您搁这边过来 然后给装上了 是吗 这是自己捐赠给家乡的吗 对呀 所以这边就一般咱们都从这儿借水嘛 对呀 但是 不过每个家庭都能够购买自己的水质的水质 很多时候家里的老人可能对这个水比较细意为常 因为就喝了一辈子了 觉得一直都这样了 然后那么家里老人也可能会在小孩回来的时候 先买一桶矿泉水 或者想着去买一点好的水 而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喝这个好的水 我觉得最早有这样的感受 其实是我当时在印度做研究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其实感受更深刻 他们当地也是有一个类似咱们这边 我们新建的这种水站 也是一个工艺组织在当地承包的一个水站 然后我就问当地说 你们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他们就说 给小孩喝 同时生病的时候喝 然后他们生病的时候 医生会告诉他们 你不要喝自己家的水 你去喝那个水 我没有想到 我们来讲吸引味肠的东西 对他们来讲是药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了解印度的情况 那我特别想花更多 进去了解中国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农村的 那我自己家乡的水怎么样 对吧 然后中国其他的乡村的水 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跟印度一样吗 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他们也把水当作这样一种奢侈品 我其实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解决的层面 因为我觉得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不认识我能不能解决 我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它 也许别人可以来解决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 其实我手里没有什么资源 对啊 我们都在海外 那我们想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 让更多人像我一样进到乡村里面 去关注这些人群 去听他们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够了 对 先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们做着做着 后来我们积攒了很多的反馈 就是我们发现 一方面就是 那个团队在访谈乡村人群的时候 乡村的村民就会说 你们天天来访谈 你们能解决问题吗 好多人都来问我们 但都没有帮过我们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话 所以尤其是我当时 决定回国之后 那我觉得 OK我们一定不能再停留 于检测问题 发现问题了 因为这个对当地人也不公平 然后对我们团队 就是也其实 他们体验上会非常负面 她们认识 她认识那团队 并没有任何短暂的 人生命运动 但希望她能找到一天 她能够找到一种用选 他们找到一种用选择 他们找到公司 的区别标准 他们在区别的转型 想要做到 水平补物 但却是不硬 提出到 人们需要支援 带来的 水的資源 但無論公司的良好意義 他們經常遇到對抗的人 他們想幫助 你好,我們是一個… 在一些相對偏遠一點的村莊 非常常見的一個感受 他們就覺得我沒有義務 去為這個水付費 然後我也不想去做這件事情 你進到村民家裡 村民會說 你誰呀?你來推銷什麼呀?你想幹嘛? 這個事情,大家覺得是好事 但是可能大家不確定 當沒有一個明確的信息指令 說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會擔心 就這個事情意味著什麼? 對村民真的好嗎? 然後這個水戰,你們會負責任嗎?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大家會有非常多的疑問 Despite facing distrust from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Ren finds it easy to stay upbeat as many villagers are now inviting them to survey their own villages 昨天我們在落地水戰的時候 有個姐姐跟我們介紹了 她自己的村莊 然後也是有一些水安全的隱患 和硬件落地的需求 今天我們就來到這個村莊 做一個補充的調研和評估 你好,對不好意思 我們剛才在準備一些工作 你好,你好 對,然後我們是那個… 就來自北京的一個工藝機構 我建議,我們這個安排 一個是處理安排不齊 一個是我們不是趁勾碎 或者24小時勾碎 人家也不想給你安排 明白,明白 我想今天要是 加測聯繪水質 每年 上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 反而沒有問題 就是問題就沒有 就是說口感吧 肯定是不如一清晃 這個口感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那個我們待會兒會去採一下 採一下水樣 然後測一下一些基礎的指標 對,就先測一下咱們這邊的 對,對,對 行 好, pH這邊是8.1 它相對偏減性一點 因為我們一般就是 如果說純的水 就比如說 就是沒有任何酸碱度的水 那一般都是7 As is often the case, those in charge of the village are keen to receive help but Ren knows that the chance of any village meeting all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to receive their own water station are very low 通到每家每戶的是管的 對,對,對,對 只有一些特定的途徑是開的 你好,你好 我們是一個來自北京的工藝組織 然後我們是做那個 飲水安全工作的 因為你要採樣 做飯還是用這個水 做飯還是用這個水 那您覺得就是大概 對這個淨水器的滿意度 大概多高 不是淨水器 對 就管一會 明白 如果說咱們村子裡面 再建一個類似的水站的話 會有用嗎 方便 那就不用泡水 不用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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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方便 用泡水 要花一兩塊錢 來回泡水 明白 因為其實對這個村子來言 它而言 它周圍有一些可供它選擇的選項 對 就它說可能就是時間久一點嘛 就可能一些老年人 可能去的話會不是很方便 他們可能喝不上乾淨的水 但如果我們找到其他村子 它可能周邊完全沒有 然後可能它會更 對這個水站是更有需求的 所以其實我們會衡量村子和村子之間 它這個需求的 急迫性和迫切性 REN's team has surveyed more than 1,000 villages so far but only 20 have met all the necessary criteria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village will hope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luck as their neighbours 讓人們在一起 放置這些地獄 以及其他埋藏 的更多 在市場上 從這裡 三種吧 三種吧 鋪了塔 然後盪在那裡 然後就會腿就出來 然後裡邊就扣錢 你看那個錢數再減少 就會直接再扣錢 你怎麼辦 要了呀 想一下 他們有很多人會說 這個東西你們真正能解決多少 對吧 就是你們現在你看 你們落地一個一個村莊 它到底能解決多少 那你们做这个有没有意义 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们这个 我们其实也会经常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除了这样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之外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效率 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我们想达到这个使命 当然你也会看到很多很负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你看到的这些成功的案例 或者看到了这些真正用自己的力量 去带来改变的这样一些 那你就会相信 你就会永远相信我是能够带来改变的 感谢观看